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11月12日至17日在诸汉举行 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1022家企业参展 航展的门票可谓是一票难求 也吸引了诸多的台湾青年和台湾媒体人前往观展 一起观赏诸海航展空天海陆尖端武器的动态演示 大陆在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强大的实力 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而言是坚实巨大的保护 使他们免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严重威胁